人啊 人就是有很多 做人就是有很多事情要烦 然后 很有压力 但是你要如何 为什么不开灯 今天就是Uma Life的 不开灯 因为首先我刚刚前面那个环节 我在分享 我今天做了那个 大肠胃镜 对 请帮我解释一下下面的朋友 谢谢 然后呢 我今天就做 第二个就是做那个压力 压力就是因为其实人啊 人就是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杂念 跟思想 人就是一个杂念 很杂的动物啦 什么都可以烦 然后你的脑 你的脑筋在想什么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就是 东草西草 然后 可能有些小恶魔跟小天使的 一个 的世界 在你的脑袋的里 然后 他就说 他就教了 那个冥想的过程中 他就告诉说 当你觉得心有杂念的时候 你就 你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 哦 这件事情我想不出来 没错 爱地球 爱自己 然后 就是我把 就是我把杂念 比如说 哦 比如说 欧一 他到底要烦我几次 然后呢 我就把这件事情 用一个标记标起来 丢掉 他就教我反复的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 冥想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 如果心有杂念 或是不能静下来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至少你愿意去尝试 千万 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烦的 人就是要烦 没错 但是呢 我觉得做人 真的已经很累了 还要这样 每天为了这些杂事 捞乱自己 我是觉得蛮不值得的 这件事情我也在学习 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习 所以我就是推荐给你们 那个Netflix 那个什么压力 压力 冥想 我又忘记了 就是反正就是 我觉得冥想就是不断的 练习 练习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 我是一个蛮进不下来的人 但其实我随着 随着就是一些年纪的增长 我发现 其实我静下来之后 很多事情并不会 有那么杂 冥想正面指南 今天就是不开灯之夜 对对对 冥想 冥想 冥想正向指南 反正就希望大家 现在就是有在听我说话的人呢 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帮我去订阅一下 吴应杰绝马武德频道 反正 嗯 我觉得这样不开灯之夜 好像更有跟你们 比较可以跟你们说一些 其实今天也是我 我算是第一次就是很简单的 很像 好像 WUMA LIVE的 Podcast 在跟你们聊天 因为最近那个Podcast不是很红吗 那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线上的Podcast 对然后我们五月 五月五号 应该是五月五号吧 五月初就会有 就会正式上线 大家都喜欢关灯 其实你们就把手机 就放在旁边 你们有人把手机就放在旁边听吗 而且那时候上礼拜一 上把上礼拜一到 到那个现在 我的那个频道好像真的 应该快一千人 我觉得很感谢大家 对希望频道 可以就是 赶快破个什么十万 许个愿这样子 今天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现在的人有刚刚有跟上 都是跟上我有说那个 大肠未尽的故事吗 还是你们都是新的人 有人一边听一边念书诶 是不是要考试啊 其实今天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今天 去做了大肠胃镜检查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 就是整个人很疲惫 毕竟我就是 就是拉肚子拉了 拉了两天吧 然后现在还是有一点在拉 对 今天 也是时间 今天就是时间也是一个 就是没有规定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今天呢 我去做 刚刚 有些人没听到 我那个大肠胃镜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做 大肠胃镜的检查 我大肠 没事 胃也没事 所以大家 以后就是 好好的锁定我的 IG 就是可能以后 时间都会是这种 比较随机 就像我人一样 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被定义 你越叫我怎样 我就不想怎样 你越叫我往左 我就往右 不是 我今天声音撒哑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躺着 好像我现在就是 休息的状态 有人说要考试了 祝你们考试顺利哦 是要考什么考试啊 对 是大肠镜跟胃镜检查 我的冥想部分 目前就是 我分享到我刚刚 刚刚量 因为我现在 其实也才做了 第二天第三天 但是 真的 推荐大家 可以去做 这个冥想 期中考 考研究生哦 祝你们大家 是要说考试顺利吗 还是什么 金榜提名 这会不会太老啊 这种说法 统策 其中 请问你们都几岁啊 你们都是年轻人吗 现在晚上 11点 13分 你们都是一些 几岁的人呢 哦 有人在考那个 护理师执照 哎 护理师 我觉得 是一份 很好的工作 因为 他就是一直在 服务 医院的人 然后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 有耐心 因为像我这种 病人 就是一个 很讨厌的病人 因为 我就是很紧张 我一定觉得 他们 他们一定觉得 我们都胆子很小 23 所以 助你考上 护理师 17 22 28 刚有个说 81 是你81岁吗 32岁 跟我差不多 26 25 喜欢我的平均年龄 都是在17到35之间 对不对 有人是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好酷哦 懂法律的人 就要背很多很多的条款 有16岁的人 16岁的人 有喜欢我的 你是从哪里看到我 27 20 26 有50岁的人吗 24 25 有人问我说 疫情过后在台南永康 想要跟我一起吃饭 有机会的话 我如果去台南的活动 你们再来看我 47 天哪 有个47 你好 35 52 现在在线上的人 都是老粉 你们都有做大肠未定吗 下一个 这个周末还下个周末 小分59 这个周末 还是下周末 有一个很令我期待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肉桂卷市集 我很期待 我希望那天 有时间 那两天有时间 可以去那个肉桂市集 我现在 就躺在床上 然后 嗯 再做一个像 Podcast的聊天 再跟你们聊天 22 你大肠镜不用麻醉 你很厉害耶 我做的是 那个 无痛的 其实真的不会痛 有人说他会去那个 就是肉桂卷市集 肉桂卷 为什么我会喜欢吃肉桂卷 最近我在看 文森佐啊 我觉得文森佐很好看耶 我觉得欧巴在里面演得很好 就是看到欧巴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蛮有回忆的感觉 对 就是 想到那时候 跟他一起拍我们结婚了 然后 这次他演到 这个戏 我很 蛮为他开心的 因为这个角色 很突出 然后 很适合他 文森佐真的蛮好看的 推荐给大家 对 看到欧巴就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有有 我都有在看 而且女神降临 我也把他看完了 女神降临 那个啊 车银优 Q呢 车银优啊 车银优 还有那个谁 金勇大 是我最近的喜好 我觉得 他们蛮帅的 然后 大家都 其实我姐也 默默很久了 2013年 到现在 默默的快十年了 责任还会我才看一集 但是我把女神降临看完了 我现在在看那个 我现在在看 我现在在看那个 什么神话 薛福 薛 薛福 有人五六年级喜欢上我 现在是三个孩子的妈 对啊 那时候我姐好多妈妈粉哦 后来我的妈妈粉都不知道去哪了 中间有一度觉得有点难过 想说怎么妈妈粉都不见 你们到底在哪 你们好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有 我也有看那个当男人恋爱时 我今天看了那个啊 片片 片片爱上你 那个韩 呃 泰国的 哦 里面有一个缓解 我这块笑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 哦对 薛西佛斯的神话 对 但 薛西佛 已经结束了吗 哦 长歌 请 请大家不要 请大家不要默默的 关注我好吗 请 就是有 我有些活动 或是有些 代言的时候 你们可以 帮我支持一下 不然我每次都会想说 我的我的 我喜欢我的人都不知道去哪 有时候我都会瞬间想说 有点难过 祝大家毕业顺利 考试顺利 哇 有人要带女儿来追星 也好酷哦 最近会有公开的活动 就是六月份会有舞台剧的家演 然后你们有空就再来看吧 好啦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不开真的 直播podcast 我很喜欢 然后 今天有听到我的分享的人 希望可以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然后 如果身边有人 胃不舒服啊 然后 大肠不舒服啊 就跟他们推荐说 鬼鬼推荐你们去用 无痛大肠胃精 然后 身边的朋友 然后身边的朋友 有人觉得 很烦啊 或是 阿杂 或是 呃 比较 可能忧郁啊 找不到方向啊 呃 容易失望 失望啊 失落啊 你们呢 你们呢 就推荐他们把心静下来 冥想 那叫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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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想 什么 这个我真的是记不起来 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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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真的耶 是不用估计表情跟效果 我完全今天没有在估计表情跟效果 我今天真心的就在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 这就是 Uma Life的宗旨 我今天彻底的实行了这件事情 对 呃 那个叫 啊 对对对 谢谢娃娃 冥想 正向指南 对对对 谢谢 那个什么 so sweet 希望大家就是 反正 今天呢 重点就是 大肠未尽 and 冥想 正向 指南 对 跟 这种不开真的效果 非常的好 好 我要准备睡觉 因为现在是一点 我真的要睡咯 大家 晚安咯 下周一见咯 下周一 几点我也不知道 随时follow吧 good night